在調查局人員陪同下抵達北檢 這名戴眼鏡的主賢游哲明 其實身分是駭客集團的金主 在國內策劃上百起帳號鬥用事件 接著抵達全身運動品牌的正姓男子 則是他僱用的車手頭 負責製造斷點 調查局繽紛十三路進行搜索 帶回八人 全是為了這個 今年九月高鐵有超過五百名的會員 提購的點數遭到盜用 這些點數都被換成了現金抵用券 而最後都流向了同一個集團 當時高鐵就已經報警調查 也逮到了部分下游車手 但調查局卻發現 受害的除了高鐵之外 還有國泰市華小數點 更查出這集團是兩岸聯手 調查發現游哲明與香港的駭客集團合作 大量購買台灣人遭外泄的帳號密碼 針對台灣高鐵TGO 以及國泰市華銀行小數點等網站 實施撞庫攻擊 盜用點數 兌換現金券 再至實體門市購買3C家電 酒類商品 最後由車手團變賣囂張 不法獲利上百萬 各家公司可能都去打一次 這是所謂的撞庫攻擊 他拿到一定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密碼資料庫 就去一個一個公司 一個一個去打 其實這個撞庫攻擊 對一般消費者真的非常 風景非常高 尤其是像我剛剛提到了 他習慣用一樣的帳號密碼 去申請各家不同的這個服務的 高鐵在九月案發時就曾聲明 已經主動通知 帳號異常會員更換密碼 會以正點方式 歸還受害會員損失的點數 國泰市華澤表示 以反還受害會員損失點數 凍結遭兌換票券 但強調點數伺服器並未被入侵 自然專家也建議民眾 盡量別在所有網站使用 同一組密碼 也建議開啟兩步驗證 避免變成撞庫攻擊的高危險群 TVB的宣言吳俊仁有關也太不妥了